市民代表魏玉胜的总质询 除了同样关心地震后的附件政策 他也提出在市区市办合法开放 骑楼停车的计划 他强调唯有营造安心安全的环境 才能够让百姓安居 也能够指引游客来到花莲 市民代表魏玉胜同样关心地震后的 家园附件政策 他要求施工所应该设专责窗口 协助专民申请相关的补助方案 这一次我们零四零三跟零四二三 这个地震加上余震不断 我们许多像富玉君华 像华尔街大楼 重点他们周边的祝福 还有我们天皇心后续的发展 还有很多非常受在乎的 后面我们有没有持续关心 还有持续追踪 还有我们花莲市工所 有没有设置一个窗口 来让他们有地方申诉 来帮他们找寻正确的补助资源 另外魏玉胜也提出 试办骑楼合法停车的政策 希望可以解决市区的停车乱象 玉胜还有提出 希望在我们的人行道 我们可以试办 实验试办一些机车停车格 能够在有效的空间 不碍到路行的行人跟我们的残障空间 来做一个花莲市区内的整合规划 市民代表魏玉胜也建议 施工所要提醒民众检修居家户外支架设施 以免地震来临时因为支架不稳定 而掉落砸伤的路人 魏玉胜强调 唯有打造安心安全的环境 才可以让百姓安居 更能够吸引游客到花莲 借旅会欢迎市报道